主料,带皮五花肉300克,胡萝卜200克,辅料,油,盐,啪嚼,桂皮,香葱,料酒,生抽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五花肉切成两厘米左右见方的块,胡萝卜洗进去皮切成滚刀块,凉水中加入适量的料酒,将切好的五花肉放入浸泡15分钟, 锅中烧开适量清水,将浸泡好的五花肉放入开水中煮变色,捞出洗净粒干带用,炒锅烧热,放入一烫15毫升的油,转小火放入冰糖煮化,在冰糖叶颜色变深时,倒入炒锅的五花肉块,翻炒均匀,加入料酒,生抽,老抽炒匀,加入开水,莓果肉,烧开,撇去浮沫,放入姜, 葱满成结,八角大料,桂皮,干辣椒,加盖转小火,保持水面微态,兑刺十分钟,中间注意观察,不要把水烧干了,最后取出桂皮,八角,葱结等佐料,加入胡萝卜块,翻炒均匀,加盖用小火将胡萝卜炖软,最后加盐调为即可,刺不着不用加水,利用胡萝卜自身的水分, 但火不能太大要时常翻动,如果觉得太干,也可以加适量水,烹饪技巧,胡萝卜油溶性,可适当多点油,加水要一次性加入足够的开水,肉桌水一定要用凉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